大大可能 欢迎颁奖人 李安 我是小学五年级 第一次在荧幕上看到郑佩佩 他主演的《大醉侠》 他有当时郭佩冲 非常罕见的《幻伐英姿》 之后呢 有他的电影我们家都会去看 我想他不仅仅是 硕立了我小时候的侠义幻想 更在我的心目中呢 树立了很多古典中国 活生生的影像 中国式的氛围与气质 那我在拍《卧虎藏龙》的时候 请佩佩姐饰演反派角色 《闭眼狐狸》 这是一个让我深深同情 心怀委屈的角色 他的演出非常人性 超越了我对于反派 还有武侠的想象 那郑佩佩是一位 非常出色的演员 除了女侠 她在文艺片 歌舞片 甚至喜剧片 都有非常精彩的表现 她是典型老一辈的工作态度 对导演绝对的尊重 对所有的工作人员 一视同仁 规矩 努力 自律盛言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有一天在拍摄的时候 杨子琼拍了一整天的 情绪崩溃的戏 整个人虚拖地被架出去 那当我们反面过来 拍年轻的张子怡的表情的时候 就有人拍拍我的肩膀 就是佩佩姐说 导演我来 她站出来为年轻的演员 喂戏 这件事情 让我们非常的感动 那我们从张子怡 这样生动的表情 我可以想象到 佩佩姐演的有多好 郑佩佩是我们的一代女侠 一位好演员 好同仁 更是一个不可多得 无私善良的好好人 非常的怀念她 她在华语电影中 是第一个女侠 在盛世世界里 她也是永远的Superwoman 你不能死 告诉我 你用的是什么毒 一 一 很 爆 散 她 不只是Superwoman 她还是一个Dancing Queen 从舞蹈她才学拍舞杀片 眼神对一个女侠是非常重要的 晚上练眼神的时候 佩佩会把蜡烛点起来 很醉惊会神地看 佩佩 哎呀 我撑你个废 大家都惊讶 华语电影第一位女侠 怎么可能这样子搞笑 我真是忍不住要赞她 不行 我不可以表露出来的 区区含笑半步钉 难得倒我吗 最多不笑不走 哎呀 她的幽默感跟一般人很不一样 就算不开口也很好笑 有一次 说妈妈我要看Superman 她就说 为什么我要去看Superman 我是Superwoman 你师父可惜太少看女人 将她死在女人手里 一点也不约我 有一天杨子琼刚演完崩溃的高潮戏 人虚脱地被嫁了出去 要拍反面张子怡的时候 那个已经死得闭眼狐狸 却自愿站出来 为年轻的张子怡喂戏 我真的被她感动 角落 我唯一的结 唯一的之后 人生什么时候是最美好 佩佩说 此刻 此刻 什么叫黄金年代 那都是过去的 对 如果此刻我活得很好 就是我的黄金 对 是不是 你的此刻也是很好啊 你想很好就会很好 就会很好 现在我们有请她的四位子女 上台为她领奖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首先 我们要感谢金马奖大会 颁这个终身成就价 给我们心爱的母亲郑佩佩 我们感到非常荣幸能代表她 尤其是从李安导演手上 拿到这个家 如果我们母亲今天还在 我们四个子女肯定也会陪她 她的生命 见上这个欠在男朋友的时刻 因为我们都以她作为 尊业的演员及母亲 感到骄傲 当然 在我们眼里 她已获得终身成就母亲奖 感谢一直支持她的粉丝 感谢所有与她合作过的导演 演员和剧组 感谢你们记得她是武侠英猴 和被尊敬李安寅 她永远在我们的心中是 终极典范 有才华 勤奋 专专业手势 并且平易近人 对人友善 及慷慨 感谢大家的认可支持 我们的母亲 不但遗传了她的专业精神 给儿女 更希望能 影响到 她那些粉丝 和许许多多 同意新加入的胜利军 努力 加油 祝大家 一切顺利 妈妈 这是给你 谢谢李安导演 也谢谢佩佩姐 为我们留下这么多 精彩动人的作品 这一年 有很多我们生日